早安,今天是2024年8月6日,星期二 今天歡迎收看開市直擊 今天我們有富途政券的首席分析師譚志樂 我和譚凱雲陪你一起開市 Anno,今天大使有什麼焦點? 焦點當然是看著日股 特別是經歷完我們叫黑色星期一 環球股市也跌得很厲害了 很多人會問市況是否有些洪廣性炮售 是否跌得很誇張 因為日經不只是四一跌很誇張 連同星期四和星期五 連續三天的跌幅是一般股票市場 是不會出現這麼特別的東西 所以恐慌性炮售一定會有 所以我覺得未來特別講短期後市來說 就算分析廣故也有很多 這些環球股市特別是我們叫股災重災區 整體表現是怎樣? 這些一定是關注焦點 但是看回今天早上日經 會出現一些比較顯著的反彈 所以我覺得整體仍然 情況是樂觀了 但是你說是否最壞事一二過 還會有些少許保留 但我想整體的看法上會建議大家 懂得擔心是合理的 但又不要過到驚慌 我們最擔心是甚麼呢? 就是變成跌這麼多 股災了 我馬上馬上去追潑 就會很容易阻止一巴掌 又一巴掌像今天這樣反彈性炸 所以我覺得短線你可以先在焦點上 放一天經 以及一些美國的經濟數據 未來又會再回到一年前 或者在節目前跟你說 去幾年前 經常都會討論 經濟衰退了 但甚麼形式衰退 軟垂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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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垂 另一方面就是美國的經濟數據 或者直接簡單地說 聯儲局的官員 現在猜會否突然間減息 或者9月18日開始 減息週期是怎樣 會加快 還是經濟真的有硬著 這些就是我們經常會討論的話題 是的 今天節目都很豐富 究竟市場這樣跌下來 如果真的出現一個反彈的時候 應該是追沽 還是做甚麼部署 待會Anno都會逐個市場 跟我們詳細分析 觀眾朋友 如果你都有投資方面的問題 歡迎你WhatsApp給我們 電話是9613-3819 或者下載香港經濟日報HK ETF 在聊天室裡面 說下你的稱呼和留言 待會回答大家問題 現在一起看看上日美股的情況 美股繼續向下 導致跌超過1000點收市 環球股市經歷黑色星期一 市場持續憂慮美國經濟會出現衰退 美股連續三天大幅向下 不過標指和納指的跌幅 比開市時有所收窄 導致低開681點 最多跌過1200點 收市跌1033點 跌幅2.6% 收報38703點 標指跌160點 收報5186點 跌了3% 納指跌576點收市 收報16200點 跌幅3.4% 納指金龍中國指數 收市能夠到達0.2% 歐洲股市普遍向下 英國股市要跌2% 一齊看看焦點美股 蘋果第二季被巴棍大手減持 股價一度跌一成 收市跌幅收窄到4% Amazon、Tesla和Google 收市跌幅大約4% NVIDIA曾急跌1.5% 低位見過90美月 收市跌幅收窄到6% 另外Intel繼續向下跌6% 以月拓政圈形式 在美国買賣的科網股ADR 是個別發展 阿里比本港上日收市高出1% 美团和京東也比本港上日收市高 匯控上日在本港下跌1.5% ADR比本港收市略高 高1% 看看亞太區外圍的情況 剛才提到 日經有一個比較大的反彈 最新升近2700點 最新升近9% 去到34193點 昨天下跌是跌超過4000點 首爾綜合指數 今早也有一個大幅反彈 新西蘭50成份股指數 最新是向下跌90點 適合普通股指數是升10點 新加坡交易的港股黑期 亦有一個反彈的情況 最新看到恒指升300點 去到17000點的水平 稍後對原盤繼續和大家跟進 現在先談談美股 今次跌市的引發點 第一項是營急性 第二項是憂慮美國經濟衰退 觸發黑色星期一的大跌幅 就是上星期五開始 看到主要指標 就是美國公佈了兩個就業相關的數據 第一個就是失業率和非農新增職位 失業率是4.3% 市場原本預期是4.1% 非農新增職位是11萬4千個 大幅小於市場預期 但另一方面 其實同時看到平均時薪 暗月仍然是上升的 當然升幅就不及市場預期多 其實說美國經濟很好 其實一直以來的數據都不是 但現在這兩個失業的數據 就觸發到大家 有一個比較恐慌的情緒 先看經濟層面 你覺得現在的數據 是否確立了美國 真的進入了一個經濟衰退 首先我覺得大家要怎樣去看經濟衰退 如果純粹用GDP的整體表現上 一般情況下GDP倒退 就叫做經濟衰退 經濟衰退肯定市場會有機會跌很多 但你又要看看實際GDP的計算方法 或者什麼是貢獻GDP 如果你說美股或者美國經濟的GDP 我又不會只看GDP 就不會用你剛剛說的經濟狀況不行的 因為美國全球最大的經濟體上的GDP增長 是非常誇張的 原因是來自技術的貢獻 AI很多不同類型的投放上面 就算基建上面有很多數據中心 很多不同類型的基建上面 去推動他們的整體經濟 所以你用GDP來看 暫時來說 就未確認是一個叫做經濟衰退的層面 但問題我們說的是 判斷經濟衰退上的很多經濟學家 不會只是說單體GDP 因為就算GDP即使升 有些地方市場上面 股票市場 或者金融市場上面 都可以跌得很厲害 另外一樣看的就是就業數據 近期說一個觸發點 就是失業率升得很厲害 甚至看業績上 我覺得不單止只是飛籠 如果你只是在飛籠上面 你只是觸發了經濟學家 近期說的是 失業率升得太快 所以導致到 但是如果你其實看回星期四開始 你應該是在星期四開始調整的 一個經濟數據上面 一個最主要出現的 經濟數據通常是分三類型的 一些叫滯口 一些叫做同步 另外一些叫零線指標 整個字面上的 簡單一點跟經濟做同步 快一點還是慢一點 剛才提到那些飛籠 職位同步 但是失業率是絕對濟口的 因為簡單一點 採用於大家去申報 然後跟統計局說 拿失業救濟金 然後才會計算下去 領先是什麼呢 就是那些首次申請 失業救濟金人數 所以很多人就說 現在美股上面 就看著每個星期四個表演 這些數據也都是出到 看到首次申請失業救濟金 突然間飆升了 大家就是觸發 擔心經濟衰退 所以我覺得 首先看看你用什麼角度 去看經濟衰退 如果你純粹說失業率 或者說基數太高了 經濟會放緩 這個我覺得是肯定的 這就是一個軟著陸的狀況 我覺得你現在去判斷 是說第一方面 我們特別關注的股市 看軟著陸和硬著陸 如果說軟著陸和硬著陸的分別 在於什麼 GDP也會下去 沒有維持這麼高增長的速度 硬著陸就是直接是負GDP 還有一個典型的經濟泡沫 就是失業率升 會很難找工作 就算勞工人口結構上 可能說人力比較緊張 但是在那些中高層上找工作 會困難很多 香港就像這些狀況一樣 所以說 又不能盲目單重看失業率 令到市場為何害怕 除了剛剛說的那兩個經濟數據之外 還有大家記得就是上星期五 業績出了一間很差的 就像Intel 除了業績差之外 也都宣佈大量裁員 當你涉及裁員這些因素的時候 大家一定是想經濟眼著陸的 所以你近期就是導致到市場 有一個經濟眼著陸的狀況 所以你問我是經濟衰退 我覺得機會很大 在那些政策法上觸發到 也有可能是 但不關這個法律的事 實際上是經濟狀況就是 美國不可能長期薪金加得多 長期沒有失業率 仍然全民就業等等狀況 有開始轉弱的職場 但問題就差到什麼程度 你去討論 近期的市況反彈 或者昨天的跌幅都略為收窄 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看ISM的非製造業 這就是服務業數據上面 美國更加重視服務業 好過預期的 這會消耗市場上的 壓著陸的風險 而硬著陸其中有一個原因 為什麼硬著陸呢 其實最簡單就是利率太高 所以導致經濟受不了 所以如果你剛才說 回到一開始 我們找到源頭 最上游 究竟什麼事導致美股這樣 其實就是聯儲局 鑑識鑑慢了 我就會這樣去看 即是如果你說它一早就鑑了息 一早就告訴你 經濟狀況其實沒有想像中那麼樂觀 剛才剛才說 有些經濟數據是差的 包括ISM製造業 包括一些社會零售上面 一早就差了 你見美股有那麼多消費股 都會弱很多 很簡單 因為原因就是 房地產也是差的 原因就是 利率在5厘左右 市場上的利率 就是大家借錢做預算 按揭 利率8厘、9厘左右 車汰10厘左右 這些是頂不住的 但當時就是因為打仗 物價升 聯儲局覺得有通脹 所以不減少 導致市場就是炒一些 不受通脹影響的科技股 在上半年炒得很厲害 現時一段時間發現他看錯了 那些股份就出現了很明顯的獲利回套 整個市場也同樣地 將上半年的升幅 偶了很多出來 但其實也未至於偶突的狀況 所以我們也很難判斷 是不是真的硬著陸 我覺得暫時短線來說 市場的減息預期不斷增加 其實你看到 當然我們看到 還沒有減 大家都知道可能9月份才減 或者可能有機會說這個禮拜緊急減息 但是真正是影響市場 不是聯儲局的利率 是說債息的無風險利率上面 近期除了市況的波動上面 避險資金不斷去追債 十年期 就是大家傳統說的無風險利率 十年期債息 最低最低落到3.7里左右 那些長債都收集了很多 甚至有一段最誇張的時間 就是債息倒掛的情況幾乎消化了 所以你要留意短線的市場 是不是真的這麼差 你要看你判斷 究竟經濟是硬著陸還是軟著陸 我覺得看回美國的經濟狀況 暫時又看不到太多硬著陸的跡象 為什麼這樣說 硬著陸通常有什麼特別跡象 固然失業率聲那些全部都是 你總會有些東西bubble 即有些東西爆破 這段時間每個人都說一定是AI 但是你如果看AI上面 最多都是Cloudstrike的藍畫面 或者NVIDIA的生產線 可能是延遲 這些不算爆破 爆破是說這件事沒有想像中那麼賺錢 通常是說這件事 而在這段時間的業績期間 有這些想法 包括一些什麼 就是納資7紅裡面有6隻出了業績 6隻都有同樣的問題 就是capac升得很小 即是大家覺得 可能還要很大的投放 沒有賺到錢 但是問題就是 如果你看到AI的技術 或者炒一些真正AI概念的那些 譬如Google最便宜 以Google為例 20多倍PE 最離譜的那隻 就是我們說的離譜 不是越高越離譜 是跟FH的評分估值 標準差略為高 蘋果那些 都是三十多倍左右 蘋果的確之前 最高水平的時候 來過平均股值 兩個標準差略上 但是未去到一個極度過分的水平 所以我覺得 暫時來說 特別跌了這麼多的情況下 短線應該有機會出現反彈 我覺得昨天的低位可以參考 簡單一點 如果你從一個交易員角度上 是 解決定 你 想說 解決定 解決定 怪略